圆周率是谁发明的 从我们学习圆周率开始 就知道π等于3.1415926 这几乎上成为了一个规律 甚至人们为了方便记忆 还发明出了各式各样的口诀 圆周率的出现 为我们解决数学难题 提供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要说圆周率是谁发明的 其实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因为它不是母一个人发明的 而是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由不同的数学家 经过无数次的演算得出来的结果 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 开创了人类历史上 通过理论计算圆周率近似值的先河 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 数学家祖崇之将圆周率 准确地近似到了小数点后期位 这个结论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